想说我找机会来发挥我的这种医观指导 他就找谁呢 来做实验呢 找机会 他就找到了真生 因为真真比他小 四十六岁又反应特别鲁钝 他应该不懂吧 应该会问吧 我就有机会讲了 于是上课了 则约身无道义以贯之 结果这次出了仓库 他本来希望真真说何为你 真真居然说 唯 就是yes 他一说是的之后 孔子立刻理下教室 代表孔子很尴尬 连你都懂得我还讲什么 立刻跑出教室 接着就发生悲剧了 什么悲剧呢 别的学生就围过来 问真真说何为你 别人问真真啊 真真 那么小的小学弟 他真的懂吗 真真看到很多学长都很严肃地问他 这什么意思啊 他说 我不然说 夫子之道 忠述 而以仪 你看到那个而以仪就知道他是乱想的 老师这么严肃地道 你怎么可以说什么什么而以仪呢 而以仪代表说 没那么了不起 你们就要紧张 变成中书的两个字 明明义以贯之怎么变成中书呢 你怎么解释还是两个字法 既以之为书 和引迹人之为书 还是两个字法 这代表什么 真真并没有了解孔子 如果真真讲的是标准答案的话 孔子后来不会不开说 只曰 莫我之也夫 孔子说 没有人了解我呀 这是证据 如果真真讲的是对的 孔子没有理由说 没有人了解我呀 孔子在唯语里面 明云白白地说 没有人了解我 这是一次 另外一次呢 孔子在魏国极庆 其实有石头做的乐器 他极庆 有人在旁边经过说 有心灾极庆夫 等一下听听 他就说 莫己之也 思以择以拟 太厉害了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是孔子唯一的自己 他怎么说呢 没有人了解自己就算了 何必勉强 所以孔子自己说 没有人了解我 外面有一个 跟他不同派别的民事啊 这种人是没有名片的 你看他叫我名片 他跑掉了 不理你了 他了解孔子 知道孔子透过这个音乐的表达 小达生的表达 没有人了解自己 他内心里面其实很寂寞的 这是孔子 但是真生晚年的时候 还不是说 真生是用功的学生啊 学生们没关系啊 但是用功就好了 有横就好了 真生晚年的时候 讲的就要讲得真好 我对我念人家 真子曰 是 就是念书人 是不可不同意 任重而道远 人 这个字 人一个人 人以为己任 不亦重复 死而后移 不亦远复 根本来 出来的就是 人这个 所以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人 因为真生最后说的 把人当作自己的责任 不是很重吗 到死了才能停止 不是很远吗 代表我这一生啊 都是要努力行人 怎么说呢 我这一生 第一个要真诚 发现力量由内而发 我自己行善必恶 是由自己做主 不是别人叫我做的 这一生呢 都要努力 折善固执 因为人生的路啊 就是不断地选择 不断地选择 都选择适当的路来走 最后的目的呢 透过不断地休闲 往上提升 最后主力至善 这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 我们虽然做不到啊 但至少你要知道一个方向和目的 你才能够慢慢接近呢 你如果说你做不到便不了解 所以人生就很可惜 很多时候浪费了 所以我们学儒家的思想呢 我今天只是用最恶要的方式 做个介绍 让你知道说 原来儒家思想有意义贯之的系统 个人生命呢 就有可能会 就是一定会结束的 那你要为什麽而结束呢 为什麽而牺牲呢 为了道 那什麽是道呢 就是人这个字 人之性 人之道 人之城 也在一起 构成的系统 所以儒家思想呢 把善规定为 我跟别人之间 事大关系的实现 也就是因为如此 孔子的志向 才会是十二的志 老子安之 朋友性之 少子怀之 十二的志 各位看看 孔子一个人中 他凭什麽做到 天下老年人都得到安养 做朋友都互相信赖 青少年都得到照顾 他凭什麽 因为善就是我跟别人之间 事大关系的实现 因此孔子要实现自己的人性 他就必须把善下来实现 善是他跟别人 别人代表谁 别人代表 从父母开始到天下 每一个人 所以儒家的思想 就变成一种人文的精神 展现出来 透过个人的力量 来改善整个世界 虽然做不到 但他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理想 人性认作为根据呢 这是我们介绍的 儒家思想的 基本观念 我们这边上的课程呢 到这边就签到山坡 谢谢各位